台东县税务局举办行动支付缴税抽500元超商礼券活动 由电脑系统缴纳记录随机抽出 以行动支付缴纳牌照税及房屋税的20位幸运儿 9月10号上午由李肃勤局长亲自送出礼券 去年其实我们500元的礼券只有抽各10名 今年是加码 那行动支付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让每一个人信用卡都不止一张 那就可以整合到里面去 有智慧手机里面去 那也可以整合你的活取存款 到里面你都没拆开copy 拆开到处去 但是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 记得智慧手机你要怎样做好密码的设定 就像我们的金融卡、信用卡 别人捡到也不能够随便启用 这样才保护你的信用的 或是支付的财产 局方统计108年使用牌照税及房屋税开征期间 以行动支付方式缴纳使用牌照税有825笔 缴纳房屋税则有1100多笔 用行动支付拿什么 那个女儿我拿钱女儿帮我缴的 你看她这样就比较方便吗 很方便 我住泰玛里乡 事实上我们出去缴费很不方便 后来我们有下载一些APP缴费之后 好方便喔 所以我就是相当受爱就直接扫描一下 很方便非常的 我觉得老人家也应该操作的会很简单 因为她的功能蛮简单 对啊 我很惊讶 然后我竟然收到中奖的那个李娟 我觉得缴钱啊 还有李娟可以抽奖 我觉得蛮压抑的 蛮惊喜的 对啊 我收到的时候还以为是诈骗 结果打电话来是真的 所以我就很开心的来参加这个颁奖活动 也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税务局有这么贴心的活动之外呢 然后也让我们很便敏的方式去缴这些税劲 这样子 税务局指出 民众使用智慧型手机 下载行动支付业者的APP 就可以使用行动支付工具 享受便捷税单缴纳服务 适用的地方税为使用牌照税 房屋税及地价税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